今日由张一山丁丁主演的青春冒险爱情电影毕业作品发布了人物定档海报 对于久未在电影中露面的张一山来说 这是一部回归之作 张一山透露到 影片中许多在悬崖峭壁上的戏都是实景完成的 因为我去的都是非常原始的森林和那个海边 也没什么人去 然后就站在那个山头 然后底下就是海就是悬崖那种感觉 也是人生第一次 然后也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 因为全都是大全景 做不到有很多的保护措施 比如说有人抱着你 或者是有那个威亚绳牵着你 那会很远 很麻烦操作 所以那可能就是 也真的就是热爱 然后也真的 因为我一直以认为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嘛 要职业要专业 然后老艺术家一直在说戏比天大 是 对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我们要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和 无愧于我们这个职业的行动 才可以完成我们热爱的这个事业 我认为是值得的 所以确确实实挺害怕的 然后也在抖 也在那种 但好但还坚持下来了 所以还算比较幸运 在现场 众主创纷纷回忆了自己的毕业作品 张一珊分享到 因为在演员 那个我们的演员学生是要自己找衣服 自己做道具 自己做一些景片 嗯 然后每一个同学负责任一个环节 有在幕后的 有在幕前的 然后大家轮换的来 嗯 每一个人都会干不同的工作 然后也我也自己做衣服 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化妆 然后再演自己要演的那个角色 片中张一珊与丁丁有关床戏的相关情节 对于床戏部分 张一珊和丁丁也都没有尴尬 展现了非常专业的演员素养 此次从歌手跨界为演员的丁丁也分享到 第一次见张一珊时的场景 她现场大放猛料 因为我那个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给她早到 早到不止一会儿呢 早到一两个小时 因为我超级紧张 因为我作为一个歌手来说 然后她进来之后 我这个大面奥拿着杯子一放 就是我这个人是对戏非常较真儿的 对戏不对人啊 然后我就是说 怎么都好 台下怎么都好 然后只要拍戏的时候 一定都要认真 当时我心就突出了人家 然后我抢几种发样 然后一会儿到我发言 当然说每个人都要发言 到我发言 我这个人其实也比较认真 虽然我是一个歌手 虽然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然后我就坐下 就是我接着刚才那个话说 不是吃饭了吗 我也只是吃饭呢 结果吃饭了 吃完饭之后 哎 那个咱们可以个歌吧 就非要跟我表一下 battle一下你知道吗 然后我以为就是说好吧 那在拍戏的时候 你让我肃然提睛 然后那唱歌我也得拿出一些我的强项 让你肃然提睛一下 结果我是抱着这种心态 就灭他的心态去的 结果他确实是把我给灭了 他唱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记得你当时想 你喜欢谁 王杰 他喜欢王杰 然后喜欢王杰的歌 喜欢你综盛的歌 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歌 然后他唱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之后 我再看到电视上有什么 演员跨界当歌手 都是立马给你帮你戏 我说哎 绝对可以啊 绝对可以啊 经常就会想到他 因为他是我见过的 唱歌最好的演员 据悉电影将于2018年4月13日 正式上映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